今天呢,是景维的开箱季 给大家分享我自己买的好东西 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吃的吧 我最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 江中猴股米西 跟我今天的衣服好配哦 猴股米西也是代言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我不是去云南旅游了嘛 好巧不巧我从云南回来之后就一直胃疼 去看了医生,医生就说可能是 青维的肠胃炎,让我要好好的养一养 然后呢,我就买了这个久维的猴股米西 因为之前我可能很多米西来吃 最近又买了这个,但是这次买的是杯装的 它里面有一袋米西 还有一个炼乳 一般来说我是不吃炼乳的 这边又料 带装跟杯装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在于杯装的会偏甜一点 带装呢,就基本上是没有味道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真的说不上是好喝 基本上就是米糊的味道 我一般早上喝一杯,喝下毒 我就感觉胃立马暖活了起来 还有比如说我经常拍摄的电器嘛 你又不可能吃那种大餐 但是呢,可以冲一杯这个米糊 既能冲击又不会赶上嘴巴 这个成分表啊,说是里面加了很多阳味的药材 芙苓,山药啊,莲子啊,橘皮啊 甚至还有人参 所以它是不太建议孕复合的 现在不管我早上多困 我只要一醒了 我就立马要爬起来吃早餐 因为如果我吃早餐晚的话 胃就会有那种灼烧的感觉 就不舒服 就无论你再忙都好 一定要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 一定一定要按时吃饭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买花的点 其实我本来是买了食物想给你们展示的 结果呢,我买了好多次都能顺利到达 这一次买的丢件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没有花跟大家说 但是我有之前的图片和视频可以给大家看 这家店是并兮兮上的 我之前是被读者反向众讨的 我看到大家分享自己买的并兮兮好物嘛 我就看到这家花店 我就想说,哎,买来试一下 结果没想到很不错 给大家看左边的三品都是在并兮兮上买的 这么多花加起来哦 只花了50块钱不到 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家里有花的人 之前也会有人问我说 哎,拿到花应该怎么处理 其实刚拿到的时候要用深水型花 因为它长途跋涉过来嘛 就是比较缺水 你让它进入了水分之后 它会比较好的舒展开来 最好是准备一个深的桶 把花没入其中 如果家里没有深的桶的话 也没有关系啊 可以像我这样 用垃圾桶来替代 我真是一个小机灵 我在他们家买的花 不能说是很完美 有一些花它的品项不是特别好 比如说图片里面这个红色的玫瑰 它的边缘就会有点呼嚼呼嚼的 但总体来说还是很满意的 毕竟量大嘛 你想这么多花在实体店买 少说也要个百来两百块钱吧 但是你在并兮上买 可能50块钱不到 所以呢,冲着这个价格 冲着这个数量 我愿意稍微将就一点点质量 其实它也没有质量很差了 只是说就确实没有那么完美 不过我觉得他们家的花 其实就相对来说没那么久 我家的那个鲜花保鲜剂 大概也就是能放个一周多 但是之前我在某宝 另外一家店买的 那一家会贵一些 那个话能放两三个星期 很惊人啊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护肤品 马上就到五一一长假了 这个五一我想就是回家陪爸妈一起过 因为我其实蛮长时间没回家了 我想说趁这个假期回去陪陪他们 然后出去兜兜风啊 玩耍一下什么的 一想到要出门玩耍 我立马给自己准备了防晒喷雾 因为我觉得出去玩啊 你还是喷喷雾比较方便一些 我心下来的是这个 高姿美白防晒喷雾 作为一个防晒狂模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收集一些 我没有用过的防晒产品 打个比方的话 我在防晒界 应该是一个喜欢极油的海王 这个防晒喷雾 它是SPF50 PA3个家 就是还蛮适合长时间外出用的 而且它是一款雾化结合的防晒碰雾 它这里面用的是 巴斯夫的防晒剂 Tynasauce 巴斯夫是啥呢 它是全球防晒剂的主要工艺商 总之呢 大家只要知道 这个广浦防晒剂 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什么 什么叫广浦呢 也就是说它能防护的紫外线波段 范围很大 就是它的广浦防晒体系 能防住250到400纳米的紫外线 用人话来解释一下 就是它不仅能防晒黑 还能防晒伤 每次推荐防晒的时候 总有人问 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不防晒伤啊 那比如说像这瓶防晒喷雾 你就不用担心有这个问题 它喷出来很均匀 是那种非常细密的喷雾 喷在皮肤上 也不会有那种一块块泛白的颜色 吸收之后很快手磨 摸起来干干爽爽 而且它这个成分里面 添加了烟纤胺 神经纤胺 鸡血草提取物 也就是说在防晒的同时 美白和善污物理一块搞定了 对了 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它这个瓶盖 瓶盖是能自动检测紫外线强度的 也就是说瓶盖的颜色越深 紫外线的强度就越高 所以随身带在包里 拿去室外还蛮方便的 就发现瓶盖颜色变身了 赶紧掏出来补一补 我想起来了 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分享了 其实是我们直播的一个选品 但是最后的时候 因为库存啊什么的原因没有上 白金的一次性内裤 这个一次性内裤真的 我拿的时候就惊艳了 完全不像是一次性内裤 就跟普通内裤没什么区别 青测啊柔软轻浮 不会卡大腿跟 也不会卡屁股缝 它这药位弹性特别大 我是26的药位 然后我同事是29的药位 都能穿 而且非常的舒适 我拿一个别的牌子 给你们对比一下 旁边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一次性内裤的样子 但这种棉的柔软 缠着你是能隔着屏幕 都能看得出来的 而且挑不卡屁股缝的 内裤有一个要点 就是它后面这个面积一定要大 因为如果它窄的话 站的时候刚刚好 你坐下来的时候 它不就会往里塞吗 不就会卡屁股缝吗 但它这个面积比较大的话 它就比较不容易卡 这个就很薄很透 这个就比较细密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的价格 也并不比这个便宜哦 所以它还是蛮优越的 我下次直播一定要把它给上 大家五一不是要出去旅行吗 也可以准备一些 像这样的一次性内裤 就比较方便 分享一个我最近很喜欢的面膜吧 这个也是一个老网红了 奥伦纳素的冰白面膜 我家里也有 但是我就是懒嘛 就一直没有拿出来用 但是上次 我不是跟副小拍视频吗 他就提到说 他特别爱用这款面膜 强烈给我安利 我当时就说 好吧 既然你就这么努力的安利了 我就兴奋的套出来 继续用一用 他就是把这个粉末和这个精华液 都加到这里 搅拌均匀 抹上脸就可以用了 我觉得它一次的量还蛮大的 反正每次我抹都用不完 然后呢 你敷上去之后 等个15到20分钟 摸一下那个面膜 你差不多成型了 就可以接下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 我之前敷的效果 我是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直接拍的 是不是感觉白白嫩嫩 好像整个脸都在发光 这个效果不是持久的 所以它其实更适合 比如说你第二天 有一些重要的拍摄啊 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啊 前一天晚上用来做密集的修复 我看了一下它的成分表 里面有尿囊素 可以软化矫质 抗炎 还有泛唇 可以抗氧化 像什么碳酸美 硫酸钙 它能吸收毛孔里的油脂 均时性的收敛毛孔 粉末里面配有一些佐色剂 所以它就是敷完之后 能暂时性的美化皮肤 提升整个脸的白嫩程度 我又有在试这个FAB的产品 就是它们家出了一些 还蛮不错的新品 这个是我最近还蛮喜欢的 是它们家出的一个刷酸的棉片 旁边是这个鸭子的 这个刷酸棉片啊 用的是比较温和的酸 我自己蛮喜欢用这种棉片的 因为它摩擦的同时啊 它可以去除一些老肺的角质 然后呢这个棉片里面 还添加了什么 鲁慧黄瓜皮取物 就是在刷酸的同时 又有一定舒缓抗炎的效果 它就会让这个产品既有效 又温和不刺激 而且美化棉片上的汁液挺饱满的 我喜欢洗完澡之后 直接拿它来擦背 就因为我背上容易长痘嘛 后来擦的话 会比直接用那种含酸的身体乳 更清爽 像我一样容易背上前身长痘痘 一定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 如果你痘痘发炎的情况比较严重 就比如说是那种又红又肿的痘痘 我还推荐你直接用这个棉片 在背上湿敷一回 基本上前一天湿敷了之后呢 第二天多多少少都能别下去 对了 他们家这个无油面霜也很好用 我现在每次出差啊 我都会戴上 这个面霜就是很清爽 又有控油的效果 等到我出什么清爽面霜专题的时候 再跟大家详细说说吧 最后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首饰吧 因为我其实有很多项链啊 戒指啥的 每次带也很多人问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富有的库存 金光闪闪 有一个首饰我每次带都有很多人问 这个牌子叫Department 他家特别做这种大冰糖的首饰 这两个都是他们家的 每次我带都会很多人问 他们家的标志性就是会出这种 闪闪的一整块颜色的这种冰糖 我觉得我想不到其他的词更契合了 就各种彩色的冰糖你看 但是很好看 很吸引眼球 有一次我就是带了这个戒指出门啊 有一个不太熟的朋友远远的问我说 哎呦最近发财了呀 怎么打扮了这么珠光宝气 我在想 他不知道这个只要几百块钱 我跟大家说一个秘诀 就是搭配上非常简单的公式 比如说你这个是蓝绿色的戒指吧 就拿它来搭配同色系的衣服 红色的戒指就搭配红色的衣服 它整体就会很和谐 也很提这个搭配的档次 其实我真的特别特别多项链啊戒指手势 但是很惭愧的是啊 有时候我真的不太记得 我这些手势是什么牌子的 因为太多了 像这个手镯一直有人问我 我真的想了好久都想不起来是哪个牌子的 我很想给大家分享吧 这个蓝冰糖真的好美哦 这是项链 这都是department的 认准这种方块冰糖设计都是他们家的 这个也好看 这个是那个Misoma的 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牌子 有时候我觉得 当你预算有限的时候未必要买桌大牌的首饰 比如说你是刚工作或者是学生党嘛 你又想提升一下自己当次 其实国内现在有很多原创的设计师品牌 设计的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 还是可以多看看这些牌子的 好的 我们今天看一下就说到这里 哦 真的太累了 因为昨天刚直播完 这个已经好像被榨干 打工人就是两难啊 每天多少休息 但每天还是得强大精神 去来打工 好的 睡觉 哼 好 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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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